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黄景瑜爆破戏断后引发热议,网友,有黄景瑜你真的可以放心。 哎呀,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最近曝光了一段超然的爆破戏花絮, 看得我心惊胆战,真心佩服那些演员们的敬业精神,太牛了。 那场景简直就像实战一样,真实的让人心跳加速, 特别是黄景瑜的表现,简直是让人捏一把汗。 网友们纷纷点赞,说他在危险时刻的冷静和勇敢, 简直就是安全感的源泉,只要有他在,大家都觉得踏实多了。 你知道吗,这场戏可是大手笔,全程支拍一次, 而且没有替身,爆炸场面那叫一个震撼啊!剧组为了安全! 提前一个月就反复演练,连细节都精确到家了。 演员们也毫不含糊,彩排走位,防暴动作,每一个环节都精心准备。 但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,大家还是难免紧张,意外总是难以预料。 你看,有两位演员不小心落后了,黄景瑜二话不说。 立刻转身挡在他们前面,自己却甘愿成为最后的防线。 这种关键时刻的抉择,真是暖到人心窝里去了。 网友们都被黄景瑜的举动感动了,纷纷留言,黄景瑜,你真是个大好人。 希望黄景瑜能是我的守护神。有他在,感觉世界都安全了。 外表硬汗,内心却温柔如水,这样的男人太难得了。 总之,黄景瑜不仅在镜头前帅气,私下里的细心和勇敢更是让人刮目相看。 他就是那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的暖心大男孩。 黄景瑜这暖心的小举动可不止一桩饿,虽然看似微不足道,却总能温暖人心。 比如,他在拍摄过程中发现有个外国群眼的脚被绳子缠住,立刻关切地说,先给他松开脚吧。 接着,他还亲自蹲下身去帮忙解绳,那份细心就像春风一样温暖。 看到有人拿枪玩耍,他总是笑咪咪地提醒,枪别乱指着人呃,安全第一吗? 这种对他人安全的考虑,可不是每个大男孩都能做到的,他真的是贴心又周到。 他自己拿到新手枪时,不是直接递出去,而是先确保安全,枪口始终朝下。 这样的小动作,满满的都是安全感,让人感到既贴心又可靠。 更让人惊叹的是,为了呈现出真实的违和战场画面,剧组不惜真状,真烧,真爆炸。 还精心按照任务区的实际环境1比1搭建了一座城市。 预告片里的爆炸场景已经足够震撼。 让人期待正片中的惊艳程度,简直是迫不及待想看。 听说电影已经开始预售,大家不仅是因为黄景瑜的演技而来,更是冲着那如梦如幻的实拍动作大片。 这个春天,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热血沸腾的大作吧。